怎么了 你看我们种了这个开花了 豆角 哦是豆角 对对对对 这我们农村叫豆角 开花了是不是很快就长豆角了 嗯对啊开花了 这个一个月这样子就 就差不多可以吃了 到时候我们多拿一点去县城给我妈吧 哎多的话可以的 没问题 知道吗 多多少少都要拿去给我妈 这个我们自己种的 啊健康 多的话呢我们可以 别拿去一半拿去卖 一半拿去给你家嘛 不然去你家路费都不够 你看这个折耳根 在县城买的话要七八块钱一斤 嗯这只耳根肯定贵啊 在我们农村就什么都可以自己种自己吃 对不对吗 不用买 我们今晚吃这个吧 这还太小了还不能吃 还太少了 你看等它长出来多一点再吃 可是我想吃啊 我就喜欢这个胃 你喜欢这个胃 但是它还太少了 我们挖一点去给我妈吧 我妈也喜欢吃这个 现在还吃不成要大一点 太少了 这个你一折 全部都没了 长都长不出来了 你要把它折完的话 嗯好香啊 等它长多一点 长多一点这里呢就会 铺的满满的都是折耿戒指 这个辣椒怎么像要死要死一样的 这个没有 这刚种的 怎么会要死要死吗 你看嘛都黄了 没有的 这个它会长出来的 你今天要去干什么 今天要去干活 一样的 你要去山上干活啊 在农村 日复一日的 都是要干活的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要跟我一起去啊 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把你这件衣服换了 你要换穿 脏一点的衣服 去山上容易脏啊 可是我都没有脏衣服啊 我都是这种衣服啊 你穿这种衣服 就容易脏了很 你去山上 那我又不干活 怎么会脏嘛 行行行 那你在旁边干活也行 带个凳子吧 去山上干活 你还要带凳子 那要不然我累了 我坐哪里啊 你在网上买那种 山上那个随便 哪里都可以坐的 找个石头就可以坐了 坐那种不舒服太硬了 你在网上给我买那种躺雨 就是坐了 可以躺下去的那种 哎那个先不说了 我先要去干活了 要不这样子 我先去干活 等会到中午饭的时候 你拿点饭去山上给我 吃啊 我也不会煮啊 你打包一点 放去山上给我吃嘛 你 不会煮你学嘛 学我上哪学 你去干活了 我连凤岛人都没有 我怎么学 煮饭你不学的话 我去山上 干活又回来 又去山上这样子 很浪费时间的 一天的时间 都浪费在路上 一两个小时了 嗯搞得好像那两个小时 你能干很多活似的 本来就可以干很多活啊 那这农村都这样子 去山上干一天的话 那样子会干很多活的 哎呀 不会 不会 不会也要学啊 那梨子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这梨子还有一个月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红枣 枣子 妈呀 这个水看着 怎么这样啊 这水拿来干什么 这水要用啊 撒 撒放这些菜啊 不然这些菜都长不出来 太干了就会长不出来 要撒水 这里的辣椒长得不错 没有像那边那么黄 嗯 还可以吧 一两个月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要扎秧啊 对呀 都黄了能扎得真吗 这个怎么就黄了 这个是刚长出来 都这样子的 感觉要死要死的呢 都这样子的 我先去干活了 等会你拿打包饭就给我啊 哎呀 你自己回来嘛 哎呀 我自己回来吃饭 很浪费时间的 要不然我跟摸到这 去现场买一碗粉 然后给你带去啊 哎呀 还又要花钱 怎么总是想花钱嘛 不要老是想着花钱 在农村 自己动手就可以了 知道吧 可是人家煮的香啊 我煮的不香 要么不熟 要么 哎香不香我都吃 只要能吃就行了啊 可是我吃不了 我去干活了 等会早点打包就给我啊 你看这些都要干活了啊 我没关系啊 我没关系啊 都很安静好 太阳了 我没关系呢 感谢观看